连续超过三个礼拜受到豪雨侵袭的南加州 不止各地引发了土石流树木倒塌 暴雨还导致多起的居家屋顶漏水 还有车子被淹的惨剧 因此消防人员特别站出来呼吁大家 检查房屋还有周遭环境 避免再度发生危害 连续多场暴雨造成南加州各地发生多起自然灾害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造成树木倒塌 有的压倒路旁的车子 有的直接插进住家 让许多民众都吓坏了 面对一连串的灾害 未来将如何防范 包括保险业者与消防员都现身说法 所以你有一个HOA 你有一个Conto的保险的时候 因为有些时候在 发生在这个房子里面屋内的情况之下 很多时候你HO它是不会cover你的 它会要求是说 你跟你的房屋保险的这个公司去做理配 不止民众要提前做好 各项防灾准备 更重要的是汽车保险部分 许多天灾引发的损失 都不在一般的保险范围内 因此要做好万全准备 你要是有城堡一个项目叫做 Comprehensive就是综合意外险的话 它是可以进行去做理配的 车子是进行碰到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用你的Collusion 就是你的碰撞险进行去做求偿 那你要跟你的经纪人确认 就是说你买的这个车子保险 是不是有包这两个项目 强调春季暴风雨才刚刚开始 面对未来极端天气的变化 民众做好平日的防灾准备 也应提前了解相关保险的配套 多一份准备多一份放心 东森新闻 彭提杨平俊在洛杉矶采访报道